能够将戒定会三学并重 才能够真正落实修行 修行方法并无定法 入门的方便法有很多 包括念佛 持咒 礼拜 诵读等等 如果能用任何方法 使身心宁静之后 信心才能够落实 气质才能够变化 菩提心才能够滋长 慈悲心才会殷切 因为我觉得生重教育如果做得好 信重教育自然就会提升 所以我比较倾向的就是生重教育 那么这个是我们内部的课程 那么对外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接下安居的课程 我们还要会多加上一个戒学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戒定会三学不能偏会 所以我课程的设计 基本上接下安居就是以戒律为主 那这个会学的部分 平时就是本来就一直在做的 一直从我这个大殿 那个活动大楼那边开始 我们就是一直在汇学的部分 一直没有减少 戒定会三学 我认为都要平等的勋修 所以我的方向是 这三学要等词 这个是我对佛法的理解 我认为出家人应该这样 正确的禅者必定是戒定会 切实的修行者 不做浮光略影的牵强附会 不为光影声色境界所动 不因为身心任何反应而起执着 透过戒定会来落实修行的细心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道